原不必在支付然後免費外送 其實一開始你不會看到這個120 立委高嘉瑜在今年3月 不小心按了外送平台的優惠方案 馬上被扣了120元月費 必須要提醒消費者 那甚至取消這個自動續約 這樣子的一個設置 否則很多人莫名以為 只要收120元 不知道是每個月都要收 如果不主動取消的話 UberEast日前推出優想方案 每個月支付120元 每筆訂單就不用再付外送費 但當時見面並沒有再度提醒消費者 是否確認付款 一按下去就直接從信用卡扣款 而且自動每個月續訂 我也知道說業者 他有去改進APP的平台 我覺得這樣一個不友善的平台 然後用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其實就有點是詐欺的一個行為 那這樣的行為 我覺得非常的不能認同 對此業者表示 優想方案採用的自動續訂 是普遍做法 其他業者都有相同的便利服務設計 會自動續訂 而其實除了自動續訂扣款引發爭議 外送平台還有其他消費糾紛 你的狀況是說你預定的餐點到送過來的實際餐點是有誤的 餐點大概延了一個多小時 後來就是他們的人員跟我們說他走錯路了 然後我在等了半小時之後他跟我說他就是在國道上車子被拖走 根據消保處統計 截至今年4月以富胖達被投訴564件最多 UberEats則是80件 除了優想方案外取消訂單 餐點問題以及客服人員服務態度不佳為前三名 因為疫情衝擊加上美雨季來臨 民眾懶得出門外送平台點餐業績增加 但消費糾紛也跟著成正比 平台業者該加強把關 記者張玉文謝維穎 台北報導